這個閃射角度,然後所以的F,現在它的狀況的步驟,就是它的閃射角度 來來來,我解釋一下好了 他說,我們假設有一個線性金格,然後它每個金格點都有相同閃射的能力 那這個金格點呢,它的寫法可以寫成這個Raw M等M A 那A是固定的長度,M是B極的意思 所以Raw下標M,那M是B極的金格 那M A呢,A是一個金格點跟金格點之間距離 M是B極的金格點 好,那現在呢,用類似於這個,我們在前面講這個三維 或求結構因子的做法,就F等Sigma Summation頂B,Ng,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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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這個M的金格呢,它加起來閃射符 就是F等M 這個E減量Xm-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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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 你急速的這個公式,要你計算 第一個,它的閃射符是X-Effects 好吧,繼續吧 然後,我們D,B,B,B 你應該講吧,你應該講 就是把它撐起來,就是撐它空二符數 然後這樣撐起來會 會變成這樣 二減掉這個這個,然後利用這個公式 我再次講,等一他 等一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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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 然後,就是換一換出幾個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 利用那個 那個半條公式 你講太一點,這樣我們知道 你要練習 講解的一個方法 好不好,未來你們去考試真實的時候 你要練習講解給人家 聽得懂 OK,稍微詳細講一下 好,Andre一樣是這樣子 動二符數對不對 這動二符數 會在什麼地方不一樣 動二符數會在很虛速的地方 插一個符號 OK,好 那你第二個是怎麼得到的 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個是 對對對,你有沒有得到的 就是相乘,這樣分子跟五 相乘 一整這個 這個整這個 這個整這個 OK 然後下面是 然後 之後 一一加起來 二 所以剪掉這個 然後利用 國產信長成員 來信長加一 不然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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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再整個 把換成都這樣 因為就是 一個是 一個是 對 然後 然後 因為 半獎公司 就到這個 就是 二分之 就 反過來 再寫一下 再把辦獎公司 上 怎麼樣 可能都忘記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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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謝謝 謝謝 你們 謝謝 這二分之一的口賽是要扶持半條的意思嗎? 要等於什麼?口賽了 就等於3 喔不不不 平方 平方 不要寫太快 B B小姐這裡怎麼做呢? 我們知道A.D.K.H的時候反映程度會最大 那我們去證明 我們利用sine 因為它2PiH 當2分之1乘以2PiH的時候 它剛好的sine是0 所以我們利用這一點來看 那sine1分之1m 間對之後 sine1分之1m sine2分之2 所以sine2分之2 會值得 sine2分之1m sine2分之2 所以sine2分之2 它移動一個微小的量 所以我們把它帶進去 那帶進去之後 把它展開 再進去之後 把它轉開 之後我們發現 mH為乘數的時候 在mPiH這個例子 那 cine2分之1mPiH 當mH為乘數的時候 它是更不低 那這不只很小的數 所以其實它會很低 可是 移動一個微小的量的時候 它的能量的強度還是最大 因為它是微小的 我們不是問這個吧 題目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個 散色最強的地方 顯然是在這個 A2分之1mPiH 的地方 那H是個整數 好 那今天我們講的 我路設這個 路設這個 向量稍微歪一點 照成你的dataPi dat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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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多了一點點 什麼意思呢 就是本來呢 你A2的dataPiH 變成A2的PiH 變成A2的PiH 加上IPSO 多了更一點點 好 那這個IPSO 就會給你 給出你一個值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本來在第一個最大值的時候 第一個極大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是在sine的1分之1mf 4的跌行k 本來最大值在中間 那現在你多一個ipson之後呢 這個ipson就會給你一個寬度 對不對 那偏了一點點嘛 所以他就多了一點點這個寬度 那我們現在知道要你去求 第一個ipson 第一個你要先求ipson等於2排除f 你要先證明這件事情 第二個 你要告訴人家說你的這個 極大值出現在什麼地方呢 出現在就是說 假設你的 你的強度能剩比m分之1的話 那如果說m非常非常大 那你這個半道分就非常非常讚 非常非常讚 那不管是二維或是一維 都要這個假說 好 所以呢 這個做法應該是這樣子 你要求第一個 你要求這個值是極值的話 你要先把它這個去做 用上面那個式子去做一個計算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要先對上面那個式子有沒有 去做微分 好 那我們假設 我們這個令這個A0的β 變成S的話 那我們 我們令Y等F二方的話 那要求F一樣最大值 應該是這個 這個 令的S 所以你可以這麼期待 你裡面把你拆掉 OK 我們先令 令X等於A0的βk 然後令Y等於F絕對值0八 這個大家要會算喔 這個大家要會算喔 你寫F0 沒有 Y等於F0 絕對值F的平方 絕對結構因子的平方正比你強度 所以你今天要求散射幅最大的地方 你是不是要把Y去對X去微分 對不對 因為A0的β 你F1的β 你β3的β 你β可以多一點或少一點 所以β其實是一個什麼 函數 所以你要求極值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把Y去對X做微分 對不對 因為F的平方是A0的K的函數嘛 那A0的K什麼時候最大 是不是 A0的K最大的時候 你F就會最大 所以你要求極值 是不是應該要去對Y對X為分 對不對 因為A0的K是函數嘛 好 所以你去對它做微分的時候 其實就是什麼呢 你就是D of theX 來 等於D of theX 然後 括號 Sine的2分之1mx 除上Sine的2分之1mx 就是上面那個式子啊 其實就是上面那個式子啊 Sine2分之1mx 這個啊 這個啊 就是這個啊 這個已經變成X了 就是Sine2分之1mx 除以Sine2分之1mx 除以Sine2分之1mx 可以 可以 好 所以這個會變成什麼 所以就等於嘛 因為平方就以下 裡面有兩倍的 兩倍的Sine2分之1mx 接下來之後在最終度微分 所以你是兩倍的這個東西 對不對 然後在層上 後一 來 這個分 這條線很長 線很長 線很長 來 下面是 下面是 Sine2分之1mx Sine2分之1mx 你把 你這樣寫啦 來 你把這個比方擦掉 上下比方擦掉 好 你把它整個包起來 寫平方 這樣就會圍了吧 所以 先把2 圍在這邊這個東西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對比之後 整個去圍嘛 所以Sine2分之1mx S的平方 對 上圍下部位 點 下圍上部位 OK,好,那這可以合併,它可以變成三方嘛,對不對 然後這整個劃起來了,對不對?這邊只剩了25rig正的omx 不會這兩倍的gemx 好,沒關係就把這邊整個劃起來 這一堆地堆嘛 這個地堆嘛 不不不 上面再特別地出來 因為我們要從 我們要去解釋什麼時候會有解釋 這個地出來剩下 這個不是可以合併嗎 這不是合併的三十方嗎 直接把他移過去變三十方 這邊有卡拉 這邊有卡拉 直接把他變成三十方這樣 好 那後面整個刮起來 後面整個刮起來 好 那大家來想想看 後面這一堆 因為你這個有sine mx 也有cosmx 所以這邊你沒有辦法讓他為0 所以能夠為0就是前面這個部分 sine 2分之1 mx 所以你要讓sine 2分之1 mx 為0的話 表示什麼呢 上面這個可以插掉 上面可以插掉了吧 也可以插掉 然後來 所以sine 2分之1 mx 等於0的話 後面不管他 如果sine 2分之1 mx等於0的話 到底要什麼 mx要怎麼樣 mx要等於什麼 2n拍嘛 對不對 mx要等於2n拍 那n是整數嘛 對不對 好 那我沒有知道 x是什麼 x是a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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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摘起來x等� x等a分之2n拍 x等mx x等an x就是nx x等mx mx x等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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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bondingx xnx 所以他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當y有極值的時候是n分之n等於h 對不對 對照一下n分之n等於h的時候 y會有極值嘛對不對 來就寫一下 有點粗對 h等於n分之n 都可以啊 h等於n分之n的時候 他會出現極值嘛對不對 ok 好 那我們繼續推演喔 假設今天A動的β 可以等於2πh加上1 來下面繼續寫好 A動的β可以等於2πh加上1分的話 然後呢 這個1分呢 可以寫成 這邊就可以等於2πh加上n分之2 2πh 2πh 給2πh 加上 m分之2n'π n'π 那這時候n'等於123到n-1 不可以等於m 等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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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加到這邊去了 ok 好 所以呢 假設今天 n'等於1的時候 n'等於1的時候 這就是對應到所謂的第一個極大 來你寫n'等於1的時候 它對應到第一個極大 對應到V的極大 那所以 這個 Epsilon呢 就等於2πh Epsilon就等於2πh 好 所以這告訴你什麼事情呢 假設今天這個m啊 無窮大的時候 是不是Epsilon就趨近於0 對不對 如果m無窮大 代表什麼 代表它有 無窮多個金格 對吧 m是金格 這個是第幾格 的意思 那m趨近於無窮大 所以Epsilon趨近於0 那我的x就等於2πh 所以這告訴你什麼意思 告訴你的半高官 所以這要畫一張圖 來 我來畫一張圖 它其實問題是為什麼 假設今天我有一個老色風 這是某個地方 它長這個樣子 其實像這樣 這是課本的圖 這一個點 剛好對準這個點的話 剛好對準這個點的話 沒有反正 剛好對準這個點 是2πh 完全對準 完全對準 這個點閃色項鍊 完全對準的話 好 這裡你加上這個Epsilon Epsilon現在來來 我們在這邊好了 這個點叫做 2πh加3Epsilon 就是你閃色的時候 比如說今天我們 我畫一張圖 都沒有空 我畫在這邊好了 假設我今天有兩個裡面 x光這樣打過來 飛出去 打過來 飛出去 好 所以呢 這一個光成差 對不對 這是b 這是b3 2b sine c 很簡單 對不對 那假設有x光 這個c 這個c 歪了一點點 怎麼樣 變成這樣子 c加上 一個Epsilon 這邊出去呢 也變成c加上 一個Epsilon 那會變成什麼事情呢 假設這是2c的話 本來2c在這位置 對不對 就變成 往這邊多了一個Epsilon 出來了 對吧 那多了一個Epsilon 多塊 這個半高塊 噴噴掉下來 也就是說多塊 這個老色分會 看不到 就要看什麼呢 看你的金格數有多少 這一節問題 你的金格數很少的時候呢 他告訴你什麼 m很小的話 你說m等於10 好了 對不對 那2拍大概是6嘛 對不對 所以什麼意思 就是 表示你跑了0.6度 都還可以 對不對 假設m去盡無窮大的時候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裡就沒有這樣 那就是純粹是一個叠塔的方式 一根這樣上去 就變成叠塔上去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這個東西很重要的是什麼 假設你今天去做奈米科技的時候 你把你的樣子拿去打x光 當你的半高寬 越寬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的金格數越少 還是你做的耐力 或是你做的薄膜是越薄的 假設你這些薄膜做的很厚 代表什麼 代表你的m值很大 所以你的半高寬 非常非常長 尤其是你去做的 實力很大便的時候 你看起來那個老色分會是一根線 完全沒有寬度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你就是要告訴你這件事情 告訴你這件事情 你怎麼由x光的半高寬 判斷你的金體是大顆小顆 薄膜是厚或是乳膜 就是由這個證明告訴你這件事情 這樣有問題 了解嗎 好 我們回想一下 這個AV 我們先謝謝 先欣賞他好不好 來 謝謝他 好 我們回想一下 AV的ΔH 是導力管理的形成 這個擾射條件 對不對 我們之前上課這個射最後 可以推倒出布拉根的東西 所以就是我畫的這個東西 本來是2D 3Dsicca 變得爛的大 現在你看Sicca 多了一個insome 就是配一點點角度 對不對 那邊一點角度 多塊這個擾射都會不見 就是說 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當我Sicca 可以這樣 假設這個機器 一直在掃描的時候 這樣掃描的時候 是不是如果 所以我SETA加INFO一三遍 對不對 所以我做實驗的時候會這樣子 偵測器會看到怎樣 X光量過來了過來過來 然後到了某一個特命的SETA的時候 光量過來過來 他就長上去了 發現訊號 然後就掉下來過去 好 那這個東西呢 理論上2D在下NN檔 它是一個硬直標 什麼意思呢 我只能SETA剛剛好 才能產生到時候 我多了一點點去受的話就不行 如果只看是不是也是 多一點點頭部行刑的建設性改正 對不對 那這個公式就是要證明說 是不是這樣子呢 事實上方面不是 可能還會有有些強度 就是強度掉的速度 正比於你的金額的速度 所以當你在掃的時候 假設你的金額的這個重複性 重複性很少顆的時候 它掃瞄到你看到怎麼樣 看到這樣子就先起來了 然後就下去 對不對 但已經有再多一點 變成這樣子 最後 就是一個單筋的話 就是一個別號 所以是要倒數研究這件事情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來 那2-3 來2-3 來2-3 頭邊是哪一位 請你解釋一下 先解釋一下題目 再那個 所有人怎麼解 然後說證明 然後說證明 3-2-1 反正那P開頭的動 要等於 2-5-1 比起的那個 P開頭的那個Sale 等的體積 對 然後 這個體積啊 會等於它 找一個像那樣 動的 再Cross 對不對 然後 每個 這導聽的降量 其實 的 定義 就是這樣 對 然後 因為下面 這2-5 有三個2-5 所以2-5拿出來 然後下面 分母的部分 都是常 都是一個數字 所以拿到外面 也是暫時 然後 所以就只剩下 Data Data Cross 就是這個 Data 所以 Data NOW G G 然後其中這個東西就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然後這兩個一樣 然後也那個就是鑽譜一樣 對,所以可以消掉兩脂肪再一脂肪 然後像這個就是履息 所以就真的快樂 好,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這個比較像是硬速在上的對不對 好,來掌聲鼓勵一下 好,來二十一 好,來二十一 好,第一題的就是鑽譜 對,就是鑽譜 然後就是鑽譜 然後就是鑽譜 對啊,你感覺起來是更平均的而已 還沒啊,你講一下鑽譜是什麼 好,我來講一下鑽譜 好,他說鑽譜 好,他又鑽譜譜可以去 D1加KB2加LB3 然後第一題他又要證明這些字 等一下,證明什麼會再講一次 證明什麼 證明什麼 好,證明他確實在這個字面 所以就哪個字面 就是他那個畫的字面 其實都沒有畫的字面 它就證明題目才是垂直在上面的裡面 好 這個G 所以我們直接把G DOT上面它不是有兩個點 兩個點就變成比較鮮的 好 我再畫個解釋一下 好 它的G在這邊 就是它的G 然後它都要證明垂直在上面 然後上面會給我們這個點 就是第三個點 然後我們就是取這兩點 這樣子它就它的槍量 它的槍量就是在這個裡面 所以GDOT這個線和GDOT的槍這個線 都是會每一個地方 然後就可以證明做G就是垂直這個裡面 好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 就是GDOT的這個 就是它這一套這邊的表現 就是 A1 A2 這樣子 然後 做完之後 的借過 就等於零 這樣 對 零算是複零這樣 就慢慢算一下 然後第二步也是 就直接從裡頭就直接換 換一下這個 都在這個而已 就等於零 好 這邊完了 我們要看下一步 那有個問題 這要做什麼 平面的法項量一定跟平面 躺在平面上的項量 彼此正交 所以它相乘會等於零 所以呢 這個方法就是先找出這個平面上的兩條項量 那因為我們一次交點一個是L 這個 H分之A 一個是 一個是L分之5 一個是H分之A1 一個是L分之A3 所以 L分之A3 減標 H分之A1 一定是平面上的一條項量 所以你跟它BOT會平定 那另外一條呢 你跟一條垂直的話不表示 並沒有證明說你是 你這個 你這個項量是垂直的這個平面 所以你一定要兩條以上都要垂直 那兩條不平行的項量 你一條不平行的項量是什麼 就是 A分之A2 跟 H分之A1 這兩個點所組成的項量 所以我一定要你繼續再去DOT的這個項量 當你去DOT的這兩個項量都整個平面的時候 它就真的就是垂直的這個平面 這只是一個數學公式上的一個證明 好 那我們繼續列個項目 好 繼續列個項目 就是它的時候它的距離 然後它說它的距離會最有 就是它強的證明就是距離是 第一證明的距離的區域KL 會等於200 就是 橘正距對值 這樣子 然後 就是這個點會通過 呃 就是G 假設G-10 這個點是一個點好了 然後G點會通過 G的相加通過那個點 然後B就是垂直的 所以我們直接做這個 這個把它P幫 這個直接算它的距離的話 就是 前面平方加後面平方加最後面那個平方開更好 就是它的 就是反正就是距離的同時 然後 因為太長了 我把它切切蛋這邊 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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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加一個二排二排進去 然後把這個就是 太長 就是沒有寫 然後這個也超到這一步 二排這邊留著 然後把二排 把下面這個分 二排分之一 可以出進去 出進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 就是 跟全面 全面的G 就是 上面這個 這邊是G 做個比較 然後就可以發現 裡面是 更號G 平方的 就是這個 變成更號G 平方的字 所以我們最後可以答案 配得出 二排分去 G的決定值 他就是一個 還有好問題的 還可以問 還有好問題的 還可以問 等一下 這個點在這面上的哪裡 中間 不是 他就是通過這個點 這樣子 好 確定是在中間 不一定的 可是他會在中間 對啊 確實 確實 你確定這個點在這個面上 對啊 來 這三個 這個點應該在哪裡 這裡 這裡 然後呢 就是 發現問題在哪裡 對吧 這個點是在面的外面 兩倍長的地方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這樣算會對呢 你知道要怎麼嗎 這個面的 往負的方向的面在哪裡 在另外一邊 對 所以你這兩個面之間的面距呢 應該是2分之 2H分之A1 減掉負 2H分之A1 剛好減完又變成這個東西了 哦 不知道 知道 所以要算哪裡 剛好算對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講這兩個面之間的距離 對 對吧 那這個另一個面 你可以當然也可以往上加 那你應該往負的方向去加 往上加的話 就是在做一倍嘛 對不對 你也可以再往上加去減 那減完就也會講完比這個嘛 對吧 對 那沒有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 好 那你們知道了嗎 所以你可以往上加 你可以往負的方向去加 那我的做法比較簡單 往負的方向去減 就是2分之HA1 就是上一個面對不對 跟哪個面呢 負的方向的 負的 負的2H分之A1 負的2K分之A2 負的2H分之A3 正的跟負的相間 所以就是兩類嘛 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那你要的話 你也可以 這個往上 2A12A 負貼的負責 前面可以放這裏 照 OURs 好 這樣有多分D 好來第17好像 第17個 就是A1等于A5等於A3 就是用這個 就跟我們這樣這個 然後 所以 我們可以直接把A1等於A5等於A3 都是一樣直接接線來接線來 然後把A寫出來他們也不可以 最後的圖沒有正面的東西 好 有沒有問題 那這個公司在算簡單的晶體的時候很重要的 說你的Tubic的話D等於A分之 H平方下KmL分之A 這個是很常用 那這個T等於二拍取居的不管是X1老色或小角度老色 這個都非常常用 所以這兩個都是很常用的這個東西 好 還有問題 沒有嗎 那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來 最後一題來 請上來吧 好 都給插掉了 會解嗎 好 都插掉 都插掉 好 首先第一個請你先畫鑽石結構吧 好 我們先畫鑽石結構蝶子 來 先畫鑽石結構蝶子 來 先畫鑽石結構蝶子 來,分譯 傑哥,你只要自己背下來喔,好像是不會給公司的喔 所有公司是你們自己背下來,好不好 好,那這個有沒有寫的比較展開一點的做法 那這個向亮,那一點是向亮,就是向亮 我們上課,上次上課有算,把它算展開一點 好,OK,來,鑽石結構 如果,它的整個UNICELL裡頭,它有幾個原子位置 8個,你可以把它寫出來嗎,我們列一下,拿8個 4號,4號,你那個刮號要刮起來,原子位置,刮號你不要逗號 好,平常前,我以為它會以為是平衡的指標 好,來,繼續 有四個是一樣的,四個一組,四個一組嘛 對不對,它是兩個FCC卡在一起的 如果大家忘記了,可以想一下 鑽石結構,鑽石結構是兩個FCC卡在一起 平時停留了四分之一的向亮 好,所以下面那個直接看這一家就好 直接想,繼續想,繼續想 所以,有很多它是問之一嗎 繼續 好,OK 好,那你知道這些原子位置是要帶到這公司裡的哪個地方嗎 哪些變數 哪些變數 好,你把它長下來,我把它寫一下 同學會算吧 會不會算 會不會算 一定要會算 沒有算過的操作業 你不會自己算的 現在來看就跟著算 好不好 固態再考不過我也沒有辦法 他也不能今天沒有來的 沒有來就不用跟他講 好,沒關係 下一個目的 下一個目的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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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空了。大家可以寫就跟著洗一次 好不好 好嗎 練習一下吧 不要再滑手機 好 先下課休息十分鐘 趁他在練習的時候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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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